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庄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米饭料理 这是一道地方的小吃美食 餐品叫做丝木鱼粥 如何煮出汤头鲜美 鱼肉软Q的少鱼粥 现在告诉我 准备的食材有 五次四目鱼肚200克 白饭180克 姜丝10克 红葱酥5克 香菜末5克 芹菜末5克 四目鱼肚切块状 切块大片 鱼肉吃起来才能软Q苦油 鱼骨高汤400克 下来 鱼骨高汤400克 开火 开始调味 白胡椒粉1茶匙下来 盐1匙 糖1匙 米酒1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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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滚后烙出浮沫 煮滚后烙出浮沫 先用豬和杯子开火 汤再次回滚之后 四目鱼肚下来 转最小火 泡煮3分钟 泡煮的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 姜丝10克下来 芹菜末5克 香菜末5克 红葱酥5克 红葱酥5克 最后再淋上香油1匙 熄火 这样就完成了 汤头鲜美的四目鱼粥 美味绝侨重点说明 鱼高汤鲜美 加上鸡高汤香甜 鲜甜加倍更香浓 下四目鱼利用热度泡熟 鱼肉才会软Q滑溜 撒下红葱酥 淋入香油 才会汤头香醇迷人 哦 鱼肉软Q 汤头鲜美 试试这样煮 你会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